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麼對於這樣一種否定 對這樣一種否定 我們做一個分析 因為這個列寧嘛 當時的時候是 也就是說 在這個物理學 物理學的這樣一個思想轉換 也就是說 在物理學革命當中 人的認識人的這樣一個 認識人也是認識人 在一個革命的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階段 我覺得呢 要做一下分析 這個分析是什麼呢 如果前兩個是對 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解答的分析 這個是什麼 對這個人的認識的一個 生理學的一個基礎的 這樣一個認識問題 那麼在這個認識問題上 這個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實際上列寧在用這個 這個生理學 就是說反對啊 他們用心理學的認識 否定生理學的認識人 否定這個這個觀點的時候 列寧在認證這個生理學的基礎上 就是說不能否認啊 頭腦是這個思想是頭腦的機能 否認這個這個思想神經 中樞神經系統啊 是人的思維的最起碼的真理 在講到這一點的時候 可以說列寧運用的這個自然科學的知識 來證明認識論呢 它是低於馬合主義的 是低於馬合主義的 就是客觀的說 就是他沒有理解啊 這個馬合阿芬拉牛斯 他們這個感覺論 建立在心理學的感覺的認識呢 到底講的是一個什麼問題 他為什麼要否定這個思想是頭腦的機能 這樣一個觀點 就是為什麼 這是否定的哪一種 就是說你認識論要進行一種轉換 你不能是一個單向度的物對心的 這樣一個反射的過程 而是應該什麼 建立這個外部世界和人之間的 這樣一個和主體之間的一個相互作用的關係 也就是說應該建立一種整體的這樣一個認識論 實際上認識論由這個生理層次 像心理學的這個層次的轉化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這個認識論發展的一個進步 這樣一個進步 但是列寧呢 我們知道啊 他是一個革命家 他不是 他不是一個自然科學家 而馬合他們是一個自然科學家 所以呢 在這個認識論的這樣一個提取材料上呢 這個列寧呢 的確是 就是說在這一點上 他沒有看到這個馬合哲學的這樣一個思想價值 沒有看到 在自然科學認識論的這樣一個基礎上 他是低於馬合他們的這樣一個認識論材料的 但是呢 在這個思想的認證上 在思想的認證上啊 這個列寧呢 的確是看到了馬合他們認識論這樣一個特點 就是說他在運用 在實現這個生理學到心理學的這樣一個認識論轉化的時候 他在哲學上 他在哲學上 的確又遵循了一種 另外一條這個維性主義的這樣一個路線 就是他否定了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解答 而進到了第二個問題的解答 所以我們呢 把他這個列寧的這個分析啊 作為一個層次上的區分 這樣我們可能比較客觀一點好理解 要不然的話這個嵌如說啊 是怎麼都理解不了的 怎麼都理解不了 就說那個明明他講的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 你怎麼扯到生理學 他不是說這些人他不懂生理學 而是他對這個問題啊 他是很懂的 他已經都知道了 而是一種學說 對另外一種學說的這樣一個超越 所以列寧呢 其實他也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 他說了 他說馬合的哲學 就是馬合主義這條認識論的路線呢 他只是代表了當時 自然科學的一個部門的認識論 自然科學的一個部門的認識論 也就是說他只代表了 自然科學的心理學這一個部門的認識論 而他沒有解答哲學的基本問題 哲學的基本問題 那麼他雖然這個用的這個材料 用的自然科學的反駁的材料 低於馬合 但是他在解答哲學問題的時候 強調這個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性 對於解決哲學基本問題的 哲學這個認識論問題的 這樣一個特點的時候 他提出了一個 什麼樣的這個哲學思路呢 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啊 當時的哲學的思路 就是基於我們所說的 對科學和哲學問題的解答 對科學和哲學問題解答 也就是說從這個生理學的認識論 心理學的認識論 那麼提高的更大的一個層次上 是什麼 是人本主義的 或者說我們說是哲學的 就是說形成了什麼 哲學的認識論 形成了哲學的認識 就是說哲學的認識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 康德的批判的認識論 就是說他回到啊 這個康德的 所以他後面 他為什麼又要認識到 這個康德的這個認識論問題 回到康德說的 這個批判的認識是什麼 這個生理學的認識 心理學的認識 都是一種實證的 我講生理學的反射論的時候 我是要證實的 是吧 我是要證實的 那麼我講心理學的 這種功能認識的時候 我也是要證實的 我是也是要需要實驗基礎的 也是要需要實驗基礎 比方說皮爾捷 他就有一個心理學的 這樣一個實驗基礎 所以這兩種認識 都作為一個科學認識的話 他都是實證的 但是作為這個哲學的認識 他是什麼 他是批判的 他是針對人的 是一種人自身的這樣一個認識 所以他是一種批判的認識 他是要解答什麼 人的認識何以可能的問題 而這樣一個問題什麼 他是解答這個問題的前提 我不解答哲學的 人的認識何以可能的問題 你的實證的東西從哪來的 你的實證的東西從哪來的 是吧 那你實證的東西 都是一種信仰的東西 我說他可以認識 我假設了很多 那麼如果這個課題是不存在的 我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話 你所有說的 你只是在常識的層面上去認證 所以實際上呢 列寧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做一個分析 在生理的基礎上 在這個研究 如果說從實證這個角度 嵌入所有的這樣一個認證上 他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上 他是低於這個馬合的 這個是必須啊 你要承認的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呢 他當他把這個 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問題 作為解答認識論問題的 這樣一個前提的時候 他又把什麼 認識論的研究啊 提到了哲學的高度 就是強調 認識論的研究啊 應該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應該是我們探討的認識論呢 是一個批判的認識論 是一個批判的認識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和馬合主義的認識論的一個 根本的區分 根本的區分 所以在這兒呢 列寧批判的這樣一個 我們要把握他 他的批判的意義 批判的意義 這個不在於他自然科學啊 他的這樣一個研究呢 當然這個是很大的一個缺陷啊 應該很大的缺陷 就是說你要批判這個馬合的話 你必須在心理學層次上啊 來批判他 但是列寧當時的確是沒有 但也是和他這個 當時研究的這樣一個 吸取的這個 自然科學的這個材料啊 它是有關係的 但是在哲學上呢 他卻把馬克思主義的 這樣一個認識論 有一個定位 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呢 不能是在自然科學的 個別的部門上來探討 研究他的認識 而是應該提高到一個 哲學的高度 來解答認識論的問題 所以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應該是一個哲學的認識論 是一個批判的認識論 這就是他的這個 這樣一個意思 所以我們講的這個 哲學的這個認識論的 兩條路線 兩條路線呢 實際上呢 是把哲學 它和馬合哲學的一個 根本區別呢 就是你是堅持用一種 堅持的是自然科學的認識論的 還是堅持哲學的認識論 還是哲學認識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 實際上涉及到什麼 對哲學和科學問題的一個解答 對當時的哲學科學問題解答 我們我們我們講了啊 就是在物理學革命裡面呢 其實就出現了哲學和科學之爭 那麼這個我們在講這個 蘇聯的時候 講那個米林的時候 米林不是提出來嗎 就是哲學 你們可以翻到前面看一看啊 就強調這個哲學呢 不應該呀 進入這個大學的課堂 就是這個污染的大學 那麼它應該是什麼 它應該是一種 只是一種認識方法 只是一種認識方法 也就是說用這個科學啊 否定這個哲學 所以它為什麼後來和這個 這個自然科學的這樣一個 嗯 釋傑潘諾夫 就是說和他們後面的這個 基建論派相聯繫啊 就說他們是作為這個 自然科學的這樣一個發展的 這樣一個發展 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呢 的確是要關心這個 這個自然科學的 這樣一個前沿問題 前沿問題 就說你不關心這個 自然科學的前沿問題 不了解自然科學 所提供的新的社會 方式和它的新的變化 就是說那麼你的 這樣一個哲學的思維啊 就會落後於時代 你在這個哲學的 范式提取上 就會落後於時代 但是呢 馬克思主義哲學呢 又不能僅僅提供了 在自然科學的 某一個派別上 而是應該把它 把一個 就說新的自然科學的 新的自然科學的 這樣一個范式啊 提升到一個哲學的 批判的這樣一個高度啊 來進行這個提取 那麼這樣才形成的 這樣一個 馬克思哲學自身的 這樣一個變化 可以說 列寧呢 在這個世紀之交的 面對世紀之交的 這個物理學革命當中啊 他的哲學基本 這個提出的 這個兩條認識路線呢 可以說是 對馬克思主義哲學 面對自然科學的 這樣一個革命 面對自然科學的革命啊 和人類思維的變革呢 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論身 所做的一個定位 一個定位 一個問題的 這樣一個解答 這樣一個解答 當然對於這個 列寧認識論的研究呢 也是可以再進一步 進一步這個深入的啊 深入的 這是他的這個 這個認識路線 那麼在提出 這樣一個認識路線的時候呢 他就提出了 這個馬克思主義 認識論的理論前提 和出發點 和出發點 那麼這個出發點呢 歸結為他的這個 首先啊 所有的出發點 就歸結為什麼 他認識論的三個結論 認識論的三個結論 那麼我們可以分析一下 結合剛才講的啊 就是說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說他講的這個 哲學的這樣一個 把以這個哲學 基本問題為前提 所形成的認識論 三個認識論的結論 我們分析一下 他說第一個 是物是不依賴於我們的意思而存在的 這是一個什麼意思呢 物是不依賴於我們的意思而存在 講的是不是一個 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 是吧 對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問題的解答 那麼第二個結論 他說在現象和自在之物之間沒有 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則的差別 就是上面寫的啊 在現象和自在之物之間沒有 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則的差別 講的是什麼可知論的問題 是不是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 就是說這個現象啊 和自在之物之間呢 是沒有原則的差別的 就是說這個可以啊 人們可以從現象進到對自在之物的認識 就是說人對外部世界是可知的 所以這個第二個問題呢 我們可以看到是對可知論的一種這個 就是說是唯物主義的可知論的一個解答 一個解答 那麼第三個呢 他強調 他說認識啊 是由不知到知的這樣一個轉化 由不知到知的這樣一個轉化 這一個講了什麼 認識的辯證法 就說認識啊 可以由第一級的本質 進到第二級的本質 就是說你能得認識 從主觀上講 主觀辯證法 它總是有一個 由自 由自己由不知到知的過程 你看我們前面啊 他這個三個 物是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的 那麼他講的是什麼 僅僅是對客觀物質世界而言的 它不依賴於我 第二個是講的什麼 主客體之間的關係 主體可以反映客體 第三個講的是什麼 主體自身 有一個從不知到知的這樣一個過程 是不是三個層次的分析 那麼講的認識的辯證法 當我們講認識的辯證法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前面兩個思理的一個前提 解決哲學基本問題 第二個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 是一個前提 講完了以後你才能講什麼 認識的辯證法講的是主觀之間的問題 就是說主觀自身我的認識 從這個我不知到知 從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的這樣一個過程 這更多的一個過程 所以辯認識的辯證法 是講的主體的這樣一個認識進化的問題 講的是主體認識進化問題 所以我們在講客觀辯證法 主觀辯證法的 把那個辯證法的這樣一個 認識辯證法把它搞清楚啊 講認識辯證法 為什麼有客觀辯證法 主觀辯證法 認識的主觀辯證法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認識自身的這樣一個發展 認識自身的發展 那麼這樣一個認識自身的發展 認識自身的發展 它體現在認識論的最基本的問題上 基本的問題上 這個基本的問題的解答 這三個結論可以說是 觀辯到認識認的整個當中 這個進程當中的 那麼這一個進程當中呢 首先有一個什麼 對物質的定義問題 因為你既然要承認世界是物質的 那麼你就要說明什麼是物質的問題 什麼是物質的問題 這樣就把物質概念的問題提出來了 那麼第二個呢就是 你我是要認識物質 那麼認識物質呢就有一個什麼 我的認識的這樣一個結果 我是不是認識了它有一個認識結果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真理的問題 人的認識的結果是要獲得真理 是一個真理的問題 然後你這個真理到底是不是這個 取得了這樣一個真理 用什麼去檢驗 就有一個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 所以列寧為了認識 就是就是說 研究這個認識的三個結論 也就是說對它認識的三個前提性問題 進行認證的話 就包括三個方面 從三個方面進行認證 一個是它的物質定義 一個是真理問題 一個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 那麼我們來看一看 列寧的這樣一個物質定義 列寧的物質定義 這個列寧的物質定義 可以說是我們都非常的熟悉的 非常的熟悉的 就是它提出物質定義的 這個所有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 可能你們是從中學 或者更早從小學就開始讀 那麼我們看一看 列寧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怎麼去理解 就是說熟之不等於真之 這個黑格爾說的哲學是什麼 要從熟識進到真之 所以我們呢 從這個熟知講起 大家都知道的這個物質概念講起 這個物質概念呢 我們可以看啊 就是說我們把它這個分析一下 就是說列寧的第一個定義 物質是標誌客觀實在的哲學範疇 那麼它說它的第二層意思 它說這種客觀實在是通過感覺感知的 這是第二個 它說第三層意思啊 第三層意思 它不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 這是第三個 那麼第四個 為我們的感覺所複寫舌應反應 我們看看這個這四句話 那麼這個定義 這個定義啊 我們知道前面講的 它的這個認識人的基本路線 我們看了認識人的基本路線 就是它是一種哲學的啊 批判的認識人 那麼首先它這個定義啊 它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定義呢 首先是針對物理學革命當中 所提出的物質的客觀性問題 首先呢 是針對這個物理學革命當中啊 提出的物質的客觀性問題 就是說物理學革命當中呢 發現了電子 原來這個物質這個概念呢 它是講的原子 就是原子啊 那麼這個原子 這個物理學革命當中 發現電子以後就發現了 電子是比原子更基本的一個概念 電子啊是比基本原子 比這個原子更小的這樣一個單位 原來的這個物理學家啊 就把物質等同於原子 等同於原子 所以原子是最基本的單位 這個你們學的這個 西方哲學史的啊 這個原子論是誰提出來的 還記不記得啊 德摩克利特 德摩克利特 對 它的原子論 所以這個西方哲學啊 和這個自然科學啊 是有天然的聯繫 天然的聯繫 它很多自然科學的發展呢 都是以它的哲學為先導的 那麼原來呢 就是後來人們發現 這種物質現象的時候 就把這個物質啊 就發現 這個德摩克利特所說的這個原子啊 的確是物質的一個最小單位 它不是強調這個物質是由原子構成的嗎 是由原子構成的 的確是物質由原子構成的 但是物理學革命啊 就發現它通過這個射線啊 就發現 就說通過這個X射線啊 就把這個原子給它打穿了 打穿了以後就發現了電子 那麼這個時候呢 人們就提出來了 就說原子作為最基本的物理單位 這樣一個物質觀念呢 就被推翻了 被推翻了以後 那麼這個時候人們就說 這個維新主義就起來了 就說你看 這個你們所說的最基本的單位 被打穿了啊 就說根本就不是一個最基本的單位 所以物質消失了 就說物質消失了 那麼這就提出來一個問題 提出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否定了這個物質的客觀性 就說科學的物質和哲學的物質 這個概念是不是一樣的 是不是一樣的 就說你原子作為物質的 最小單位的原子被科學證明是 是不存在了 是不是證明作為哲學的一個 基本概念的物質也就消失了 就說要把哲學的東西啊 哲學的物質概念和科學的物質概念 區分開來 也就說你的論事論的這樣一個前提 這樣一個前提的物 它有什麼 有科學之分和哲學之分 這個物不僅僅 就說你這個物質的這樣一個概念 究竟是一個哲學概念 還是一個科學的概念 如果你是一個科學的概念 那麼你是等同於物質的 把原子等同於物質 那你這個物質的確是消失了 但是如果是一個哲學的概念 那麼作為一個最大的哲學概念 那麼你就要說明這個哲學概念是什麼 所以這就給當時的唯物主義啊 面臨著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在什麼呢 你就要說明這個物質的概念 究竟是哲學的還是科學的 哲學的還是科學的 所以在這一個情況下呢 列寧就指出 他說哲學啊 它的物質是什麼 標誌客觀實在的哲學範疇 我講的這個範疇啊 不是一個科學的原子概念 不是一個科學的範疇 而是一個哲學的範疇 是一個哲學的範疇 那麼這個哲學範疇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說你這個科學的範疇 它是等同於原子等同於電子的 那麼哲學的範疇呢 它是以什麼 客觀實在來標示的 客觀實在來標示的 所以他首先要講呢 這樣一個客觀實在啊 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啊 叫做物質啊 是標誌著客觀實在的 這樣一個哲學範疇 那也就是說呢 這樣一個區分它的意思嗎 作為科學的 這樣一個物質概念 你可以變化的 你可以從原子變到電子 甚至變到更小 就是說你在任生的 這樣一個科學任上 你是可以變化的 但是作為哲學的 這樣一個概念呢 它是不變的 它是不變的 好 那麼既然這個 這是 所以這一個意思啊 它就是什麼 相對於這個 哲學和科學之分來說的 哲學和科學之分 強調它是一個哲學的範疇 而不是一個科學的範疇 科學的範疇什麼 它是可以變化的 可以用辯證法來標示的 而哲學的範疇 它講的是什麼 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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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